LEO 聊世紀 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邁雅人對上馬扎爾人 這行比賽是神愛邪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大約出生點位8點鐘方向的邁雅人 邁雅人的特色是他的攻兵單位有時候減免 而且他的槍兵是全滿的 但是他的劍勇是沒有的只有雙手劍兵 他後期比較適合打白血老鷹作為主力 或者是羽毛劍射手 工程方面稍微弱了一些 沒有工程工程師 甚至沒有救贖思想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馬扎爾 馬扎爾人的特殊能力 是他的開局 一開始就會有免費的一攻加成 封建時代給一攻 城堡時代二攻 地獄時代給三攻 前期的部分 要盡可能使用肉碼或槍兵 打出一點封建時代的優勢 那後期的話可以打遊俠 或者是大漏馬 或者是走馬攻路線 反驅攻 都是一個很好的路線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地圖 這個地圖看起來馬扎爾人地圖是比較尷尬的 兩個附金都在北面 只有職業主金在後面 這個圖看起來對馬扎爾人相當不友善 這是不友善 墓區的話還行 總共會有四片墓區 三片墓區都可以正常開採 那正面要圍的話可能就是要這樣小圍 小圍 這裡圍到底 或是直接這裡圍過來 走過來小圍 然後這裡圍 就可以圍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馬亞人 馬亞人的地圖是後面有一塊黃金 下面也有 黃金的部分看起來是比較難受的 跟馬扎爾一樣 但是他比馬扎爾這邊還要更好 黃金也好有快在後方 而且他這個黃金也在正後方位置 只有果子前面比較難受一點而已 整體來說 兩邊地圖都是偏難打的 圍家的話都可以小圍 好 那來看一下馬亞人 這邊是兩棒棒開局 那棒棒開局的重點是分兩棒棒跟三棒棒 兩棒棒的話通常都是騷擾 對手村民喔 不會 那麼容易拿到擊殺喔 除非有抓到落彈村民 那通常要打贏 對手的這個兩棒棒 直接用村民反打一下喔 把這個血量打殘就好了 所以其實前期兩棒棒的騷擾能力 並不是這麼的優秀 好 馬扎爾人 范爾斯已經 撐到封建實在 特林金有異共加成 要不要先用槍兵檔呢 在這邊按槍兵的話 會有點 宣慕 好 這裡是用村民去打這個老鷹 跟棒棒 好 好 這個就是用村民回頭打下打下 可以有效反擊對方的這個棒棒騷擾 好 那這邊血量已經很慘囉 待會出來的肉馬 兩到三隻就可以解決掉這邊的單位了 因為這有自帶一攻的傷害值喔 哇 這個血量已經不滿一半了 好 兩隻肉馬過來直接硬解嗎 直接搞掉老鷹 上高地 反打 直接收掉棒棒 棒棒的優勢 一下就沒了 馬扎爾人這邊要趕快回家了 因為他這邊上時代稍微慢了 因為這是一個極限棒棒快攻騷擾路線 這一招對高手來說沒什麼影響力啊 很容易就被解掉了 好 這邊是打算圍死 然後不交流直接上城堡賽嗎 這裡要趕快穩一個堂子喔 不留進來 把分掉 蓋房子 槍兵爭取一點時間 好 這裡可以站槍兵 把槍兵派出去 好 兩隻槍兵送到 戳他 哎呀 沒有戳到 好 馬扎爾人的弓箭手已經出門了 好 那馬扎爾人現在這邊可以嘗試強攻喔 因為肉馬打牧場速度很快喔 這傷害有6點的關係 牧場速度非常可怕 好 這邊要趕快堵回家 趁現在攻兵步驟的時候 盡可能把正面給維好 好 看起來是打不太進去 馬扎爾人這邊按了更多的攻兵 好 但依舊打不進去 好 左邊這個木牆 要小心 來 看起來是沒有打算繼續進攻 欸 就正面 直接滴掉 然後開始按均勻 等馬扎爾這邊打最硬通常就是要打老鷹了 好 這邊直接繞到後方 攻兵直接控主金 好 控黃金點 讓馬扎爾人沒有黃金 就不會有老鷹 這個觀念相當正確阿 那現在挖黃金的話就只能到這裡 所以他已經偷偷出去挖去挖了 好 看到這一波 投進來囉 四隻攻兵 加上四隻肉馬 投進去 老鷹過來防守 城堡時代還有三十秒 防止繼續圍 好 攻兵一直被射 肉馬也是 但是這邊有三隻殘血的村民 直接被肉馬爆打一波 攻兵攻 繼續拉打 後面的老鷹過來 還沒有伸到城堡時代關係 肉馬 攻劍時代 是完全可以屌打老鷹的 好 後面又有兩隻殘血的村民 又再次被抓到 這裡史龍樹來到了五村 六村也拿下 太狠了 所以吧 瑪雅人 是不是有點炸裂呢 開局就死了六村阿 好 當然這裡已經生到了城堡時代 黃金大會要幫他補個一級挖金 我已經補了 好 這邊要打老鷹爆的話 挖金技術一定要點 好 不然這個老鷹 會有量產困難的可能性 好 老鷹第一時間是往後飛 可不可以打出一個破口出來 好 應用十三級好了 瑪雅人這邊是選擇了 雙射箭場走馬功路線 那瑪雅人現在改版改成 對馬功 增加這個建造速度的效果 那我覺得這個效果 雙射箭場確實夠了 畢竟你也沒有那麼多資源 可以一直 讓三射箭場去斷馬功 我覺得雙射箭場可以維持馬功的殘忍 然後又可以有機會開PC 算是一個很不錯的開局模式 那瑪雅人通常是遇到對方 是走駱駝文明的時候 會比較適合打馬功 城堡時代 或者是對方是老鷹果 那當然自己也可以走 騎兵路線去打老鷹 因為騎兵路線打老鷹是比較輕鬆的 但是對方可能會有僧侶 那馬功路線的話 會擁有更多的騷擾能力 所以你可以穿越墓區進行進攻的 這樣其實是會距離 城門外 像老鷹這樣子 只能在外面色色發抖 什麼都不能做 好這邊走進來 操擾一下黃金礦的地區 那瑪雅人 他這邊的打法是一個雙TC 走千量殘馬功路線 想要把這個馬功千量殘起來 這個武炮防守能力很不錯 明確的這邊打法是3TC開農 防守反擊流 加里安奴炮老鷹防守還有勝率 那野外的地方 就是有一坨老鷹一直在外面 那這個算是我覺得 他比較特殊的地方 那這裡就可以一直去用老鷹 放在後面給對方壓力 那他不能專心的在進攻方面 他一直後面有個隱患在 沒有辦法專心的一直往前進攻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打法應該是最適合現在的META卡 防守反擊 不能只有存反擊 也要給對方點壓力才行 那這樣對方的進攻的力道 可能就會下降很多 像這樣子 或者要來受戀這一坨老鷹 結果自己的進攻騷擾的時間 被減掉了 反而覺得這樣子的前期騷擾 可能是不太夠的 這裡石頭開採之後 補了一根城堡 那這邊是要做完羽毛劍射手嗎 羽毛劍射手雖然遠方比較高 機動速度也比較快 但他的缺點是射程短攻擊力低 打馬攻對射的話 雖然有拉攻的延遲比較短的 優勢在 但是傷害來說 跟射程還是輸給滿功 體質也是喔 三台主拋放在木圈的位置 好爽 直接創燒 串得很開心 那這裡有太多的車過來了 現在馬大人這邊是3TC開農 馬大人這邊左邊補了一個城堡 補了兩根城堡 但是卻沒有去轉大量的羽毛劍射手 好死按了一隻 好來看一下這一邊 投石車要過來 炮不著打不著打不著 高打逼弩炮 看一下 反燒一下 半條鞋 但是弩炮已經殘血了 再一發 欸怎麼停住了 好打後面 兩台殘血的弩炮 全部可以收掉了 好 OK 把弩炮打完 馬公也要撤了 蠻亞人這時候點下帝王時代 決定不打羽毛劍射手 而是要來打步兵系 這次要來打蠻血老一了 這個白血老一 給的壓力會很大 那我是覺得 南美裡面的老鷹喔 蠻亞人的老鷹是帝王時代最強的老鷹果 那在城堡時代他應該是最弱的老鷹果 城堡時代跟封劍時代 那到帝王時代他會成為最強 因為有這個白血老鷹在的關係 畢竟死人是沒有輸出的喔 死人活下來 我覺得比增加防御力還要重要 因為防御力只能擋特殊的這個傷害值喔 那血量的話是涵蓋所有的喔 不然是近戰或是遠距離的這個傷害值 都可以獲得這個防御的效果喔 所以瑪巴爾人這邊遇到白血老鷹會很難受 可能自己要轉一些遊俠或是要轉一些 這個瑪扎的標旗兵或是大陸馬 去正面扛住會比較好 現在這個部分的話就是需要大量肉了 所以要趕快大量轉出來才可以 現在瑪雅是4TC 3TC 3TC嗎還是4TC 3TC而已 3TC點帝王 好一身上去帝王時代 撿下了3級的步兵台甲 兩邊城堡開始要對峙了 好上方的老鷹過來 這邊居然在幫對方圍圍牆 這是什麼畫面 想把對方圍起來嗎 好瑪扎在正面 這邊已經組起了城堡 準備要來正面進攻 但是這邊沒有先按最新潮 是先點下了重裝馬弓跨學3級射 沒有點反驅弓 這一點有點怪怪的 因為反驅弓應該會在重裝馬弓之前先升級喔 因為重裝馬弓是不會增加射程的 但是反驅弓可以 不過對手最重要的就是射程 好這邊點下真邊技術 好這邊點下真邊技術 好下方的老鷹拆掉 超戰之後趕快撤離 老鷹的部分已經 開始慢慢量產起來 但是黃金國暫時點不下 好追求超新開柴 這要不要 蓋個城門呢 還是馬弓好像不怕城門 好接過來 新 這裡還沒有黃金國 黃金國還50秒 好現在兩邊城堡對峙 好陰這邊抖動 好抖一抖突然往上走 欸 這邊是要北漂給對方壓力嗎 看起來是 OK 這邊成功 怕越過了上方的萬里長城 左邊居然有個洞啊 好到北邊的地方蓋城堡 這邊馬大 這邊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正面馬大 標誌兵直接往前 想要收掉兩臺 進行從C 這裡沒有城門 真的是有點尷尬 哇 這邊馬大標誌兵打 功成器 有夠痛 差一下 馬功收一下 OK 收掉 那現在城堡 後面這裡老鷹在到處飛囉 那馬大有點銀罐嗎 沒有 銀罐沒有點 所以剛剛那些標誌兵 都是花重金成本 去產出來的 那馬大人只要點下銀罐 寶兵單位 標騎兵 就不需要黃金就可以生產 所以我覺得馬大人點下銀罐之後 他的標騎兵是成為西地國裡面 最強的肉馬文明了 只需要肉的特殊騎兵 血量高達105滴 比一般的肉馬 血量還要再更多 而且被工程器額外增上效果 不管是要打對方衝車 頭車女炮 綠頭火炮 這個傷害都非常可怕 缺點就是需要透過城堡 去出喔 OK 後面這裡頭老鷹 確實已經騷擾到了100滴的血量 真的是很坦阿 這裡頭老鷹射超久 我覺得這裡應該也是跟反曲弓有關阿 沒有反曲弓這個傷害值 真的是有點可惜了 好 下方老鷹開不需多線 好 馬炸的標騎兵又再次衝刺 看來又要拿下了 哇 這裡真的需要蓋個城門阿 好 但是老鷹已經突破中間的防線 直衝城鎮中心 哇 看起來 巴拉斯 這一波 難受囉 老鷹是處飛 右側兩隻老鷹直接躲到後方 但是後方沒有人 他以為後面可能有人在伐木 好 正面的位置又再一次 就是抓掉了巨型托斯基 哇 瑪雅這邊至少被抓了快要5台巨型托斯基吧 5台巨型托斯基就快要1000黃金了 但是還好瑪雅人這邊是擁有這個資源永續的效果 所以挖黃金挖的可以再更久一點 不怕被打掉這麼多台 反正黃金再挖就有 好 右側這個黃金趕快拿下 用更多的軍事去跟對方換家裡 是Mintrest的一個常用打法 雖然是打開農 但是 卻是有一頭兵一直在外面給對手壓力的 好 這個城堡始終拿不下 這個城堡的殺敵處已經來到了快要30隻 好 後方這些村民被抓掉了 好 後方這些村民被抓掉了 正面的部分非常多的馬弓 回到正面戰場 正面的巨型托斯基又被馬大標騎兵再次收下 好 城堡趕快修理 哇 這個城堡真的撐很久 好 拉了更多村民過來 但是家裡現在要重新揮農 需要一段時間 村民宿差距剛剛來到了40村 支援量已經差距來到了5000支援了 好 麥馬爾人 並沒有放棄 繼續打多謝 這裡補下了大石牆 然後就住手 劇情托斯基又再慢慢按 慢慢按了出來 下方這裡挖晃村民 還有兩隻老鷹再追 這個老鷹的三攻 何時要點下呢 有三攻的話 後門速度會更快 怎麼是點 一擊一射 難道是要轉戰毛兵了嗎 散彈戰毛 好 這裡巨頭 巨頭出出 白鷹老鷹 好強啊 好 剩下20滴血 這隻老鷹應該也快要掛了 但這裡這一坨老鷹 還在繼續給壓力 雖然中間隔了一個城堡 但老鷹一直越過中間城堡的防線 一直到後排 馬剎的領地一直到處燒了 而且還可以40的回頭反擊 反擊很痛 好 撞死了一隻馬弓 結果這次有蓋城門 馬剎的標誌兵出來 並沒有辦法對兩台巨頭 行進行打擊 這一次馬剎人的城堡 應該是要被拿下了 好 馬剎這時候 終於補下了反驅弓 好 這一種流進來 哇 尷尬了 反驅弓點下 現在家裡石頭也不夠 上方石頭很近沒有辦法開採 沒有辦法在家裡補下一根城堡 可以放這個位子 哇 這個老鷹一直往代以農田飛 真的會受不了 好 反驅弓點完之後 打老鷹的傷害值 終於來到了4點 因為老鷹的遠房是8點 反驅弓重裝馬弓是12點 所以打一下會變成4點傷害 3點跟4點還是差蠻多的 OK 老鷹直接貼爆這裡的村民 沒有辦法讓村民繼續修理 但是其實也沒多少資源可以去買黃金 好 買石頭 黃金已經完全不夠了 好 結果後面這兩隻老鷹怎麼呆到現在啊 開始在後面 哀桶了 這一波 說 瑪雅人打得很漂亮 那兩隻老鷹 居然就放在那邊 成功抓到大量的法夢弓 側面的城堡 終於拆掉了 現在中間沒有阻礙了 可以開始全力進攻 巴恩斯的陣地了 好 那現在村民處還是維持在80幾村 瑪雅人130村 其實人口的軍力 要壓制對手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好 這兩隻老鷹還在捅 捅了幾村啊 看一下 好 來 捅到12村了 好 這一波馬弓 依舊在防守 但是馬弓 好像沒有辦法阻止這些老鷹一直到處飛 上面的村民也被老鷹捅爆 哇12345 這裡有5隻又倒地 巴恩斯的資源 國庫已經空虛了 剩下肉跟木 資源庫存不到500 太慘烈了 看起來這把巴恩斯 希望並不是那麼得大 巴恩斯這一波 化學也補下了 好 三級的弓兵鎧甲 開始要轉散彈戰矛 散彈戰矛 散彈戰矛一出關 馬大人應該就沒希望了 因為現在不可能轉出肉馬 其實這裡補馬就 你也沒這麼多肉 可以去補肉馬又補村民的 遲早會被對手的130村的經濟 給淹死的 所以這裡只能是稍微秀一下吧 稍微秀一下 好 戰矛兵開始沉重打擊這坨馬弓 這麼多的老鷹飛過來 這邊打你也打不贏 這裡只能收村 收村的話經濟又很慘 惡性循環啊 好 巴恩斯終打出了GG 我們恭喜馬雅人 Minchester拿下比賽勝利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 馬雅人支援全贏 市場甚至贏了快到兩倍 黃金的部分贏了大約3500左右的支援 失誤贏了則是來到了6000多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不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